大家好,2月16日,星期四 新闻越来越少 对时事评论是否好事,可能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因为社会比较平静 财经就比较多说财经,财经一定有东西说 在财经社会、金融社会来说,财经一定有东西说 公义又没有,香港很久都找不到公义 但平静也是一件好事 今天会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这两天的消息 With or Without China,有个外国的报导 无论中国继续加单和波音买也好 他未必跟他买也好 其实最近好像也下单给波音 但波音已经摆脱了中国的糾纤 即是说他不会再依赖中国 即是你下单便好 你下单也没所谓 你不下单也没所谓 大家看到刚刚波音跟印度航空 签了8千亿美金的订单 陆续有来 还会在印度建立物流中心 其中包括737MAX 这段时间因为全球复苏 现在暂时仍然卡住沃南 所以你看到 但巴菲特以前的外股西南航空 我看到股价没有起色 但你看到澳洲航空好像是国家 差不多没有跌到 波音也反弹了很多 但波音这些是比较特殊 之前波音那几年是最惨的 因为又撞机 又要过美国安检 接着又疫情 接着有9万多东西 中美有贸易战 很多订单都去了Airbus 波音终于 我记得他好像没有接受政府的帮助 他不想他有糾纤 所以现在波音的 他现在大约是1300亿市值 他差不多有四成都是负债 四成都是负债 但我们市场上看波音或Airbus 就不是这样看的 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那个复数 因为那些是Montopoli 全世界一是波音一是Airbus 只有这两个 那中国C919又怎样呢 我认为你一段时间也不会再听到 待会我们也会说 所以市场看波音和Airbus 不是以他的资产负责表来看 他最主要就是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壟断者 技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除非你不买商业客机 主要就是商业客机 有少少都是跟军方有关的 但也不够Lokit Martin那些多 所以问题就是 当全世界的经济复苏 特别是现在印度 这些巨人走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印度现在慢慢 就像以前 很多年前 我想也有十四五年前 中国进入了世贸 不久 差不多了 就是几年后 一直卖这些波音的客机 为何要这样呢 因为多了外国客人来往 那你就要多一些飞机 那印度那些 如果多了外国客人来 跟世界多了接轨的时候 那你就要多一些飞机 你多一些飞机的时候 要是跟Airbus买 要是跟波音买 要是跟波音买 这些我想 美国和印度都谈得好 所以你说就是印行 有可能 基本上就是 国家的背后支持也不出奇 但也不重要 总而言之 国家一直 现在你说的世界工厂 已经不是中国了 你不要再说中国是世界工厂 他走得最快 就是他 那些厂佬走得最快 就是他 现在世界工厂 我想中间有一个回旋的时间 就是一部分的单 分了去欧盟 大家都看到 分了去欧盟 一部分的单 分了来东南亚 但怎样都好 一部分的单 就去了印度 怎样都好 慢慢来说 都会流回到印度 即是便宜的那些 中低价那些 或者很高价那些 可能就会在印度 中国会做那些 即是中高价那些 那些 这个科技产品 中国就不用做 其实 就是被人制裁 很多又会回到美国 所以全球的产业链 变了更加高步 更加高步 所以 印度要订多些 那些飞机单 是无可厚非的 那这个 这个形势 可能会一直持续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譬如说 你看回以前的中国 就知道了 你看回他入世贸 060、07年之后 接着就大手买这些飞机 因为要找到钱 因为有钱 有钱便开始买 买 接着做多些生意 再多些生意 再多些钱 再多些人往来 接着航空公司 就是买多些波音的飞机 就是这样 现在还有737max 那些安全问题 应该过去 其实 我们19年报道的时候 市隔都已经四年了 很多东西都过去 发生过几次凶难 所以中间被Airbus 就是 中间很多订单 都被Airbus拿了 最差的情况 应该过去 那你说 值不值得捞底 一会和大家看看 今天恒指升 升了四百多 美股又跌又转回升 但是成交也是弱 六百多亿成交而已 转十九都没什么动 都是142% 美银也保持在52% 昨晚我已经将去年一月份的收费版 放在网址 大家点击YouTube下面的连结去看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订阅我们今个月的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子 或者美股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都可以看看片尾付费 这就是我们的封面 波音已经摆脱了 即是中国令到它主要生意 赚钱越蚀钱 波音已经摆脱了 这就迎向印度 刚刚和印行签了800亿美金的订单 其中包括有737MAX的客机 这是最具争议 现在安全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 先讲一些新闻 要材澄清了 主要的客户 都是香港的 98%收入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用香港身份证 去做买卖的客户 其实是否真的香港的客户 这些大家要看 我很怕这些政策事 什么是政策事 看看下一页 今早中证监 中证监 不是香港的证监 中证监 就说 哦 在国内可以买卖美股 你仍然都可以存 不过新的你不可以开 允许全量的境内投资者 开展交易 富途和老虎 就盘前急升 这些完全是政策事 即是他说一句 那个股票就升 他说一句 那个股票就跌 我不想玩这些游戏 没意思的 因为你真的猜不到 这些你真的猜不到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可能他一个月之后 你们全买了 进去就没问题了 哦 不行了 我们全部要打击 只能够做回来地生意 谁知道 即是没有人知道 这些政策风险 所以我们已经不玩这些游戏了 除了香港这些 收息股 公用股之内 无论你多厉害 我们都不参与这些游戏 我宁愿做一些我可以 即是 执行到的事情 好过我完全不知道你做什么 是吧 今天和明天又不同 明天一个新闻大跌 后又一个新闻大升 这些不是我们年纪大的去玩的了 好了 去刚刚上个月 原来香港过去日本旅行的人数 是十五万 十五万人次 已经是疫情前的水平 即是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你们看到 日本的回气也是很快的 相反香港的回气很慢 好像今天就说 有过三千人的内地团来香港 一般的旅行团 当然不会那么大 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的商务团 所有和香港有商务生意的 全部要下来 这些是国家级力量 下来开会说什么呢 不知道 应该是有些事情会说的 又或者增强内地对香港的控制 内地对香港的企业控制也不奇怪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开心 这些一定是国家级力量 绝对不会有一个旅行团 有三千多人这么多 另外 你看到中间的腾讯 那些上升了这么久 你看到和高位 都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这类 游戏版块 即是手游戏版块 其实已经是建了顶 我们说过很多次 游戏 我们玩这么多年 视频游戏 这些是要你有钱 才会 即是国家有钱 才会做的 譬如说你出去打游戏 互费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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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些网巴很多 或者你给钱手游 买武器等 是要社会的经济好 才会做的 当你的经济不好 很多人 今早又Patreon也说了 关于老人家的医保 或者社保又危险 很多失业 这些全部 你只要萎缩一点 它整个产业就萎缩了 所以大家看到 中国的游戏产业去年收入 就是近十年以来首次收缩 你看多一季的报告 看看 其实疫情对它有帮助 疫情对它是没有负面 尤其是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家里玩更多游戏 你上班后 反而少了人玩游戏 所以 腾讯那些 基本上高位已经见了 如果现在它升到多少 可能反弹最多是去到这么多 另外 中芯国际亦是一样 同一个原理 可能还没有了补贴 所以你看到中芯国际的股价 基本上是十几元 十七元左右 跟一般的高位 二十六元 有几成的距离 当然 比它上市的时候 仍然是高很多 但大家不要忘记 中芯和华雄半导体 国内来说 差不多是垄断的 如果不能用国外的股价 这些基本上已经是垄断的 你看到它垄断 手机收入也跌得这么厉害 即是整个市况的问题 没有什么人换机 因为市况不好 我都没有工作 本来我持有两部手机 老婆一部 情人一部 如果经济不好 情人都没有了 只剩下老婆 只剩下一部手机 换机就少了 用机就更长 之前大家知道 国内的人换机 很重要 我见过一个人有三四部手机 三部 我去上海的时候 见过一个人有三部手机 真是不知哪部响 但三部都很不同 不知为什么 完全不同模特儿 零星又不同 不同模特儿又不同零星 我见过一个男人 所以问题就是 当经济差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萎缩 特别是中心 或者国内电动车 全部都是靠补贴的 我之前分析过中心 很大部分都是补贴 当你的补贴一小的时候 你的收入便下降 另外 Elon Musk又有搞作 说会收购曼联 他收购曼联 大概是四十几亿英镑 左右 四十几亿英镑 现在差不多四百亿港币 他的身家大约是一千五百三十七亿美金 但是他之前收购twitter 一副也是 他今早还说 可能会卸任twitter的CEO 那被谁做呢 被他家里的狗做 被他家里的狗做 其实沙地也有意收购曼联 这一队知名的球队 可能可以帮你找到很多钱 也不奇怪 我不知道 我不熟悉踢球 但是这些人有很多这些搞作 刚刚被Munger 串他 串Tesla 稍后我们去到那一页 后两页就是 好了 我们之前提提过KUJI 你看到开云去年第四季收入跌2% 其实股价是涨的 你看到开云应该是最差时候过去的 最差时候过去的 也反弹了多少 这些都是过去的 就是过去那一季的销售已经过去的 谢谢大家 以同类的 例如买这些包包和皮革来说 都是以LV和外马亚市最好 LV和外马亚市最好 就是Hermes 接着才到开云 即KUJI和YSL 这个新闻不是第一次 我记得年多前都试过 大家看到 左边有个红色圈 这条人 后来发现了中国的间谍 即是中国的前员工 在ASML里偷晶片技术数据 但成不成功就没有说 但ASML有说 对公司的技术保护是没有大影响的 其实这些你偷都没有什么 即是Piece by Piece 你基本上偷到的东西很有限 而且有很多东西装你 就像 之前中国就说 我自己那种 自己那种疫苗 即是时候院很厉害 然后你看到就没有消息 有很多是被那间药厂装你 他给一个假的你偷的 他特意给你偷 特意给你偷的 然后你可能吃了瓜柴 那些效果很差 更严重了 那你就不敢偷 很多时候美国的老友 他给那些他知道你偷 特意给一个关卡 让你困难一点偷到 偷到回去做回来 即是花了大量的功夫做回来 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 即是柴米油盐 不敢随便加在一起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如果你是行内的一体 就知道不成功了 对不对?有没有搞错 他不懂的 他全部偷到回去之后 接着就很厉害 你就浪费了钱 花了钱死了那些人 就这样等你以后不敢抽 他们现在是这样的 特意放一些关卡给你的 告诉你有些人偷到 那你就再送那些人进来 实际上那些技术就是送你一程 美国人也很奸 美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很奸 让你偷的楼 就滑到你 看你还敢不敢来 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所说的 Munger就串了Elon Musk 就说 你在中国 比亚迪也比你更厉害 你听着 是比亚迪也比你更厉害 不是小鹏那些比你更厉害 比亚迪前几年 在国内的销售不是很高 这几年突飞猛进 但比亚迪的股价是 你可能会问 喂 既然你说得比亚迪那么厉害 那么 为什么你还要减持呢 其实他说的这句话 摆明就是 只是串了Elon Musk 既然说得那么好 那你为什么要减持呢 好了 那为什么要减持呢 估值太高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比亚迪的市盈率是多少 185 现在你做电动车 还在行百多倍的市盈率呢 坦白说 Tesla也是59 你哪里捱到百多倍的市盈率呢 简单说一句 你想想 如果比亚迪先去 不要说185 不要说185 去回80的市盈率 你的股价都腰斩了 也就是说有些基金是顶住了比亚迪的股价 有些基金是顶住了比亚迪的股价 当有事发生的时候 其实比亚迪是积架的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巴菲特会减持呢 因为你太贵了 现在个个都做电动车 哪里捱到这些市值呢 不可能的事 今早已经有读者有电邮进来问 他说 巴菲原来上一季 就斩了八成多的台积电 那怎么看呢 是不是台积电有事呢 你现在听到这个是旧文 因为他们所说 就是去年的第四季 巴菲特斩的时候 亦有很多人斩 那些基金斩 坦白说一句 这个就是今早上Yahoo的 Yahoo说得对 是不像巴菲特的作风 巴菲特很少买一年 接着斩 很少 你看比亚迪就知道 比亚迪是十多年 他通常持有的那些 就是西南航空的例外 就是你突然租逢巨便的例外 那你说跟他买的价格 会不会持有很远呢 不是 简单说一句 根据Yahoo所说 买的可能不是巴菲特 可能是他旗下的基金经理 这个机会是很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巴菲特始终是老的 已经是九十多岁了 很多东西都交给旗下的人去做 其实如果以巴菲特的性格 他是不应该买入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你可以把它买入一个周期股 即是现在台积电所有的科技股 是在一个周期的下面 在一个周期的下面 这个周期应该见底 这个周期应该见底 正常巴菲特很少买入这些周期股 为什么呢 譬如苹果那些不是周期股 苹果那些是你全部人都要用的 即是苹果手机 只有两套系统 一套就是苹果 一套就是Android 所以苹果那些不是周期股 但是你做这类科技的是周期股 譬如NVIDIA那些是周期股 这是事实 所以买入的已经不像巴菲特作风 如果加上这样卖出的话 正常这个应该不是巴菲特买的 即是他旗下的基金经理做的 即是他旗下的基金经理做的 张忠谋是刚刚串调Pelosi 就说 即是美国以为 扔大钱可以做芯片业务 是很天真的 你见到张忠谋是一个很少说话的人 张忠谋很少说话的人 有 即是内部 即不是向外说 也不是一些 即是show off的人 他除了跟Pelosi说之外 也是跟中国说的 即是说 你以为 现在美国也是扔五百多亿出来 而已 那习主席扔了几次 现在不扔了 即是过万亿出来 你见到是没有事出现的 为什麽呢 如果没有钱的话 你怎样做赌付费带出来 你也没有钱做 为什麽要拍辉税呢 因为他没有钱 一样而已 你反过来 那辉税很有钱了 那为什麽研究不了呢 研究不了便研究不了 其实是没有解释的 即是科技就是这样 科技就是这样 即是有少少壮彩的成份出现 台积电在这方面的研究真的做得很好 即是ASML那些不是撞彩的 别人不是撞出来的 即是等于我叫你开一间公司 你把Adobe的程式写出来 你怎样写 写不了 那你怎样写 别人写了几十年 一路改进 你写鬼吗 一出的话都钉过去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不是串美国 也同时串中国 你要有这样的人才 你要有这样的钱 有这样的坚持 可以这样出货 做一间厂不简单 即是不是大家想做一间厂那么简单 做一间厂是很复杂 是很麻烦的 即是你有ASML的技术 你亦要有他的技术 你才能做到 不是说你扔钱出来 就可以解决到问题 如果扔钱解决到的 中国老早已经做了七奈米 对不对 如果扔钱解决到的 中国为何搞这么久 那个飞机引擎也搞不好 有钱了几十年了 一来就把钱搬出 二来的 你真的要研发 研发可能会输 研发可能会研究不到 很多时 失败率是大过成功率 99% 人就是这样 我记得我以前 九几年老闆 陈生 有跟大家说过 他创业是 这间公司成功是第五次创业 他之前有四间厂是香港创业失败的 是第五次创业才成功 你想想想 对不对 你比起来 第二次我便走 大家看到台积电的股价 其实最坏时间已经过了 为什么台积电中间一直跌 你看到 就是因为基金货 台积电由百三四元跌下来的原因 又差不多 你看到图 大约是八十多元左右 跌到最低六十多元 就是巴菲特他们放的 没有了 现在其实台积电 已经过了他最差的时间 应该是 PE14倍 股息是1.91厘 我觉得台积电现在是OK的 你现在听到的新闻也是过去的 很简单 为什么那些基金经理会卖呢 我猜 我猜而已 中美关系 估计台积电的单会大幅减少 所以你看到那些股价 即是那些 他旗下的基金经理 以及其他就一直放 但是当你看到台积电 两季三季四季的单位都没有少 都没有少 那台积电还在美国开了两间厂 开了一间 在阿里塞纳现在开了一间 接着在日本又再开 这些不能跟你开玩笑 你一定要有钱才能开得到 有钱的技术 要生产的东西有人要 你开一间厂才有用 你生产的东西没有人要 你开一间厂是没有用的 日本人也不会跟你玩 所以不需要太在意 那些新闻已经是过去的 已经是反映在股价里面 好了 那我们讲一点关于英国 英国 英国厉害 英国受访雇主 有意在今年节里面 为员工加薪百分之五 十年内最大的 是百分之五 有些可能是百分之二 当然跟英国通胀十几个百分比 有很大距离 另外有消息说 英国很多酒吧 这次会在最后一周 之前已经删除去年 有512间酒吧结业 是2021年280间的1.8倍 差不多是两倍 报告说 有四分一的酒吧 会在三个月内结业 这个新闻是前两天的 2月13日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營运 顶不住 业绩太差了 有没有关系跟市况呢 可能有 就是说 市况不好 就是少了出去 就是喝酒 英国已经离开了疫情很久了 英国是2022年头开始 基本上已经复场了 所以这个不关于COVID-19 是经济问题 其实是经济问题 坦白说 经济很差 通胀很厉害 我就喝少一点酒吧 对吧 你想想想 你喝少一点人去酒吧 你都死了 我告诉你 少十分一去 你都倒闭了 好 接下来就说回波音 这是昨天的新闻 我一直都有留意 中国已经开始跟波音买回飞机 波音接了印度的大单 那 壟断地位 主要我们看波音就是壟断地位 以及技术 它的技术就是壟断地位 刚刚接了800亿美金的订单 你没有听错 800亿美金 你叫李家超那些睡醒 别人一说是以800亿美金算的 你香港美金有多少储备 我当你有 4000亿 别人一接一张订单 就是你的两成 别人一张订单 就是你的两成 整个香港的外汇储备 你不要跟你说笑 你去跟别人谈生意 要一个鼻涕就伸出你 对不对 其中有包括之前 凶烂737max 现在已经完成了 最好的生意 就是壟断的生意 市场有需要 大家看到右手边 你也看到中间这段时间 波音买很惨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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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就跌到神坛了 是对的 最低的波音股价 曾经是去过 113.52周的低点 曾经去过60多元 你看到 那接着 反而上去 接着加息 接着打仗 接着又跌 最近上去 应该结束 就是说 波音最坏的时间 应该过了 你看到 它由低位 差不多 90元左右 已经升上去216元 好了 如果波音拿回正常位置 所以股价是300多元 我们不要看400元 是300多元 但它有一个负债 它现在负债大约是 13亿 它现在负债大约是四成 即是四成的市值是债 就是说它怎么也好 256元应该去到 即是现在我估计 还有两成岁左右 波音另外在1月出了38架商务机 这是2月14日新闻 首次在这几年里超越空中巴士 大家看到这幅图很清楚 是过去这么多年 你看波音外很简单 出机就可以了 它一定赚你的 买还是不买 它一定赚你的 你一买一不买 之前中国说不买它 也没所谓 你就没买 没所谓 你看到它最厉害的时间 就是市场最好的时间 2015年 2015年 最厉害的时间 你看到现在2023年 其实基本上 它已经追回很多了 最差就是2020年 只有12架 你能够钉过去 13架 真是数了 现在1月份 已经出了38架 这些就是帮它买飞机的名单 看到最新的 不是2022 而是2023年 很多西南航空买最多 12架 1月份 今年的1月 跟着联合航空 这个 Quarter Air Line 这些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 復甦是很明显的 橙色 就是 18年到现在 波音笔和摩托的飞机 18年 还是用737-800 19年 打厚 就已经全部是 737 MAX 就是橙色 你看到 2023年的1月 是上升得很厉害的 这个 你见到 以价次来比 就是买多少部 这个飞机 多少架飞机 蓝色的是波音 橙色的是Airbus 你看到19年 因为空难以外 Airbus 是上升得很厉害的 其实总数加起来 都是少了 你看到18年 大家加起来是1600 19年 加起来只是1300 市已经开始立了 你看到2020 2021 更加立 因为肺炎 好了 2022年 开始上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开始卖飞机 其他地方 开始拿了中国的生意 开始卖飞机 填补中国的位置 你看到2022年 仍然是Airbus 比这个波音多 你看到以前 叮当码头 没有什么分别 你看到06年 一直到2018年 其实大家每年卖的飞机 只差几十架 好了 中国之前说到挺厉害的 自己出的C99 接着一试飞就卖了 一试飞就钉了 所以现在他买的飞机 就少很多了 但最近我们报道过 他开始帮波音买回 好像说 试飞的左肌翼出现问题 全部不要说 不要说 当没有就算了 所以就要跟波音买回 但是买的飞机数量 已经不服当年用了 中国是 因为少人去 少人去买这么多飞机 干什么 买飞机要用美金卖 波音 这是13日的新闻 波音就会投资 这个不是很多钱 2400万 在印度做物流中心 即是客机 货机 做物流中心 即是做客机 即是做这个货机 sorry 即是运货 所以你会看到 慢慢慢慢地 明年 你会看到 一直跟业绩下去 当慢慢地 那些商人 那些 製作品 移到印度之后 它的比例可能会上升很多 简单说 你当印度现在是2002年 2003年的中国就差不多 还没起飞 中国进入了世贸 真的要起飞 要2007年左右才起飞 即是差不多5年左右 即是未来的3、4年 你就会慢慢慢慢地看到 那什么时候印度会很厉害呢 可能是5、6年后 即是接近2030年 然后可能一厉害 十几二十年 这个就是波音第四季业绩的计划 也算是做得挺好的 全年有35亿的经营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有23亿 这个也是经调整后的 那么 2022年总共出了多少架商务机呢 总共出了480架 那么 拿了多少新的订单呢 808架的订单 那么 公司的记录 就已经去回资产值 已经去回backlog 增长去回4040亿 包括有4500架商务客机 那么今年有什么展望呢 就是经营现金流 去到45至65亿 这个范围是很大的 就是等于没有说过 那么 就是自由现金流去到30至50亿 就是等于没有说过 因为范围太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主要就是在第四季 即是去年的第四季 那个增长是很明显的 那个增长很明显的 那你说 不是啊 去年第四季中国封城 就是不关中国事 简单说句就是with or without China 就是说不关中国事 其实它的单不是在中国 大家看到收入 这个是以百万美金计的 一百九十九亿 那么一年前呢 第四季是147亿 但是你看到全年没有什么变 就是说第四季就上得很紧要了 好了 经调整后的主要经营 它是损失来的 那个损失呢 6.5亿 美金 但是一年前同一季的损失呢 是四十五亿的 已经是大幅减少了 全年的损失都是大过去年 四十六亿 但是去年是四十亿而已 已经好了很多了 核心的经营日利率呢 就是-3.3 仍然是负的 未完全恢复了 你看回刚才的图就知道了 但是你看看一年前是多少 是-30.7 所以你看到它已经是回复了很多 自由现金流 31亿美金 一年前是4.9亿而已 全年正数22亿 一年前是-43亿 所以你看到它的进步是很大 它手头上的现金和股票 有170亿美金 比一年前好 一年前143亿 负债570亿 一年前也是570亿 没有恶化到 大约佔它总资产的四成左右 波音分开三个业务 主要分开三个业务 第一个就是商务客机 商务客机 商务客机的收入是最厉害的 先算一下 这是以亿计 这是亿计 也挺厉害的 10亿 百亿千亿 九万多亿 九万多亿 有这么厉害的 我八万 抱歉 上面那是十亿 下面那是八万 92亿 收入92亿 好 经营日利率-6.8 但一年前是-93.8 即是过去那一季 进步很大 第二个业务 就是和军事有关 军事有关 军事有关 就小很多 你看到收入是61 商务客机是92 也不小 其实 好 那现在已经是正数了 一年前仍是-4.4 现在是正数了 最后一个就是高度的服务 这是最小的 45亿 为何呢 就是说 你要跟他买服务 你要他帮你做些维修 之类处理 中国那些是自己维修 甚至失败了 你看到经营日利率是13.9 一年前是9.3 你看到三大业务都有改善 最近最大的业务就是买客机 接着就是军用的东西 军用机 接着就是全球的维修业务 那三个的进步都大 所以如果你想想一下波音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垄断地位 你垄断就可以了 是这么简单 所以大家看回这个图 现在来说波音的股价都不贵 都不贵 因为你说他也没有PE 这样 他暂时没有PE 因为他之前亏算 那几年 是吧 有没有机会去到最高位呢 有的 一定有的 总而言之有人代替中国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那就时间问题了 大家可以等个价位好一点的时候 即是厚一点都可以 我觉得 很多的 还有很多复苏 很多复苏 澳洲航空也是 澳洲航空是澳洲的 我看到它的股价差不多没有跌过 是的 这么厉害 西南航空是私人 西南航空的股价仍然是比较低迷 可能是债务比较重 当然有些读者就不喜欢 因为波音的债务是比较重的 这些各式其识 总而言之 现在的市场很多都是很划算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钻石九组合没什么变 都是142% 美银也没什么变 都是52% 升1%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道指 由跌转升 昨天 最后收38点 升38点 纳指又做好一点 纳指已经上升12000点 上升111点 昨天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youtube 投资笔记 美股2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我们已经说完Hugo Borsa 我们会两集讲联合利华 两集讲Kalming 估计欧书丹就要3月份 免费的 我们两类型的项目 免费的我就不重复 收费的就有美股 youtube 投资笔记 就是youtube版 另外 现在的香港环球投资日志 我们会说港股 美股 和小部分的欧洲股 现在都是youtube版 两类型节目的收费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盈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住 看明天的地产小专家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拜拜